7月9日,全国台联第21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宁下风营走进村BA现场 来自美国,巴西的13名海外台胞青年共同观看 闪干宁门四省区的村BA市级决赛 比赛开始前,解说员和现场观众进行友好互动 主舞台的灯光打向观众席,现场沸腾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篮球比赛 然后大家都很热情,然后我们都看得很愉快 大家都跟评论员在拍拍手 然后我们也看许多让我感到很深刻的表演 伴随着裁判员吹响比赛的哨声 两队人马展开了激烈角逐 球场上,双方运动员都展现出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 令观众目不暇接 比赛现场人头攒动 每一粒进球都伴随着观众此起彼伏的叫好声 整场比赛变成一场球员和球迷的大连欢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篮球比赛 我觉得这边大家对篮球都很热情 因为座位都有坐满 在双方的球员有精彩的表现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为他们欢呼 最后我觉得大陆这边的运动氛围很浓厚 近年来,村BA火热出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词 此次海外台胞青年走进村BA现场 他们对大陆的体育发展和赛事氛围营造 有了新的认识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